老弟 这是怎么了 谁又招惹你了 还不都是那个李安李大人啊 李大人 这就是你眼中的好官 一大早把我换去 背上好茶迎着笑脸 跟我扯东扯西扯了一大拓 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在用心查案 没想到 他早已认定是二住的罪 还来个什么 什么 二住采连 合谋投毒 还让我亲自做什么狗屁证人 我呸 势力小人当什么好官 气死我了 有这等事 好啊 好啊 周老板 你笑什么呀 兄弟 这说明李大人没有放弃 二住和采连还有救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糊涂啊 那你就先喝点茶 听我慢慢地跟你说 好啊 好啊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弟弟还在衙门里 你怎么两天都不回家 还在外面躲 行了 你又来了 我这刚一回家 你就唠唠叨叨的 今天一大早 我们就到县衙去了嘛 对了 这二住啊 八成是没得救了 闭嘴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弟弟呢 他又没犯法 一定不会有事的 他是受人冤枉 管家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情 得了得了得了 县衙里边 里里外外都让让变了 二住犯的是死罪 那彩莲 我可也好不了 县衙早就给他们定了罪了 胡说 钟老板 韩公子 秀姑都说了 二住蔡莲是冤枉的 县衙的李大人也是这样说的 你不要烂嘴胡说 得 我烂嘴 我胡说 这全县衙的人都知道了 二住自己也招供了 是他夺死了明珠小姐 这事还能有解 静听秀国他们跟你瞎说 他们都是骗你的 什么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的青娘 这个是我能骗你吗 我本来也不想告诉你的 可我一想 这事你迟早也得知道 瞎说 你说的话我才不相信呢 不行 我得去县衙问问去 你上哪儿 上县衙 哎呦喂 你就别去问了 问什么呀 得得得得 你呆着吧 你 走开你 你说的话我不相信 我一定要去县衙亲口问问 他们不能冤枉好人呢 那你就呆着呆着吧 走开走开 好好好好好 我说的你不信 你非得上县衙去 你去问呗 问清楚了你就死心了 你去问吧 你行啊 你给我放下 不可拿走 你您怎么说 你请我说呀 我拿钱是有用的 去救二住 去到衙门给他走关系啊 我 不行 我 你不要骗我 你拿去又要赌 那可是你弟弟 多年辛苦攒下的钱 行了行了 你给我 娘啊 李大人 这就是和二珠的家 不行 你不能拿走 和二珠犯在这儿死罪 将来还得看我养活李呢 好了 你们不用跟进去了 以免惊吓到他家人 把和于姑娘进去就行了 好 是 你把钱给我留下 你放开 你给我站住 反正你也不相信我 我拿钱去做小买卖 把钱给我留下 别往来 我走了 你这个畜生 屋里行 屋里行 我有点事 我到外面去一下 里边请 里边请 畜生哥 畜生哥 老人家 您这是怎么了 老人家 快起来 您这是怎么了 快起来 俺是于宪县县令李安 李大人 李大人 老人家 愿望啊 我儿子是好孩子 他不会害人 老人家 老人家 来来 坐到那边说话 是啊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 老人家 你先听俺说啊 二珠 现在虽然被关在县衙 但他是否有罪 本官现在还未做定案 俺今日过来就是想看一看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 想问一问老人家你呀 好 李大人 有什么问题您就问吧 老人家 采莲当日是何时跑到你家的 二珠事先可否知道 采莲会逃出周府 还有 明珠小姐来了之后 又都发生了一些啥事 这些俺都想知道 老人家您可要十言相告啊 敏夫 不敢欺瞒大人 那 那日 老人家 您别着急 好好想想 慢慢说 对 对 那天一早 那天一早 我就死了 还硬说 是二珠和彩莲 堵死了明珠小姐 真是天大的愿望啊 我们家的水里 怎么会有皮霜呢 二珠她是一个老实的孩子 她怎么会去害人呢 李大人 你别着急 老人家 刚才你说跑出去 捕车的绣姑又是谁啊 绣姑是 绣姑回来了 娘 见过县衙李大人 李大人 这是绣姑 我大儿媳妇 皮肤见过李大人 娘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李大人是来 你就是何大柱的妻子绣姑是吧 你不需要紧张 俺来这里呢只是看看而已 兄弟 兄弟 李大人 我想问问我儿子是不是已经招股 说他害死了明珠小姐 这是真的吗 李大人 娘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你别再买娘了 大人 这是真的吗 娘 娘 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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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这样了 老人家 有啥事 你起来再讲啊 娘 我们起来啊 这不会的 不会的 娘 老人家 我 我家二猪兄弟 是被曲打成招的 他绝对不是那个偷奴的人哪 你们两个先起来吧 这又不是公堂 起来再说好不好 来来来 我不能没有二猪啊 是啊 大人 起来再说 我二猪兄弟是被曲打成招的 你先起来吧 他绝对没有偷奴 绝对没有害人哪 大人 原来 hugely要试为 我见到你那里 怎么还 fatal 你还找到他 你把我子倒下来 我确定 安 安 安 乖 乖 乖啊 乖啊 李公子 快来用些饭吧 真是不好意思 前晚都忘了吃 这咋还叫你下厨为我做饭呢 哪里啊 我这也是第一次做饭呢 不知道做得合不合你胃口啊 挺好啊 不错啊 我 我怎么了 你连 不好意思 先不想案子了 先吃口饭 这是啥呀 李公子 好 李公子 这菜 怎么没吃啊 是不是 我做的 不好吃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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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只是 俺现在还不饿而已 公子 是不是还在为案子的事发愁呢 这案子 越来越让俺感到困惑了 毒源寻不到 所疑之人又是如此不经推敲 啥事总有个原因嘛 可恰恰就是这个原因 让俺咋想都想不明白 是啊 今天去二住家 见到他母亲和嫂子 分明就是善良之人 根本就无法与投毒之案联系到一起去啊 两日 两日 这不是要逼死俺吗 不行 不行啊 俺不能坐到这里等 走 于姑娘 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回大堂了 李大人 孟武座叫来了 李大人 于姑娘 大人 有何吩咐 还不是为了明珠的案子吗 俺有一个疑问总是琢磨不透 就是那砒霜 砒霜乃是剧毒 占引一点便可迅速要人性命 这个谁都知道的 可是俺呢就弄不明白了 就是 为何明珠 在二住家扶下了砒霜之后 却能拖出一个时辰 才毒性发作而亡啊 这不符合常理啊 是吧 孟武座 这方面你比俺懂 把你找来呢 就是想让你帮俺分析分析 是啊 按常理说是不应该 披霜这东西 不以量计 瞻则即亡 那日周府勘验 小的对此也曾疑惑 按说常人都难抵其毒性 何况明珠小姐 旧疾缠身 体虚气弱 但后来验过碗中之毒 又却洗披霜 小的一时也无法解释 所以就如实奏报大人了 这就怪了 明明有备常理 但却无法解释 俺咋就不心了呢 阿孟武座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这碗中披霜 并非是近期心背 而是储存已久 导致其毒性有所流失 所以才会出现 如今这种奇怪的现象啊 大人 这披霜药性持久 不存在有失毒性之说呀 怪就怪得比较离谱了 孟武座 那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早点歇息 是 李大人 大人 啥 李大人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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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快说啊 大人 也许 还就真的可能 验错了 验错 不会吧 咋回事啊 是 是小的刚才突然想起来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碗中之毒 并非披霜 而是 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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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石是啥 咋回事啊 大人 是这样 披石也是一种药材 除毒性 难比披霜 其他色味状 均一起相似 特别是精水易容 更难分辨 如此推断 明珠小姐 极有可能服的是 披石 而非披霜 披石 毒性不强 少服 可借哮喘头痛之急 而若多用 也可夺人性命 居然还有这种事呢 可是 可是 这明珠小姐 她服下不多 那为何她还 大人 其实这并不难解释 换做常人服此伎俩 也许不至于此 可偏偏赶上明珠小姐 本就体弱多病 恰到当时又救急复发 所以即便少量 也可夺她性命 是这样 很有可能 言错了 我说嘛 怎么就查不到她 原来就是这样啊 先别急 先生真能确定 这晚中之物 就是披石吗 现在 还只是猜测 需要再兴验过 才能确定 不过 这需要时间 那 那还愣着干啥 啥时间不时间的 今天晚上就是不睡觉 也要验出她个一二三四来啊 是大人 我这就回去取东西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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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愣着干啥啊 快去啊 快去快去啊 大人 大人 如若真的演出是披石 那小的可就 不怪你 多谢大人 披石 干啥 那 tac 哎哼 谁 李大人 咋样了 啥呀 辉大人 是批石 批石 不会再出错了吧 不会 这回小人敢拿脑袋担保 好 好 王牧头 明天天一亮 茶 是 大人 怎么了 很正常啊 还没吃饭吗 余姑娘 你要干啥 菜都凉了 我去给你热一下 不用 不用 俺可等不及了 冷的也可以吃嘛 可是这 没事 余姑娘 风晚了吧 早点回房歇息了 是啊 公子也要早些歇息了 对对对 那我先告辞了 是 咪 我不通 我去 可以 vere 那 我来 他出来了 你都怪不得了 你不认识你 我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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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你 这 你不认识你 我说是 你不认识你 你跟 来 我来帮你穿 东西 来 昨天的时候 你不是还可以自己穿衣服的吗 怎么今天 你就不能穿了呀 是吗 俺昨天是自己穿的吗 俺倒也忘记了 对啊 不好意思 俺自己穿吧 谢谢 真是不好意思啊 俺都忘了 我来吧 哪好意思呢 这 这水里怎么会有毒呢 天哪 娘 您怎么下地了 娘渴了 下地喝口水 那您教育神不就得了 您身子弱 还是到炕上躺着吧 我想坐一会儿 那也行 您坐会儿 待会儿再进去躺着啊 对了 娘 昨天的药喝完了 我是过来取药的 娘 娘 我先去忙 有事您叫我 您去吧 去吧 快去吧 我先去忙 有事您叫我 您去吧 去吧 快去吧 不过 叔叔不在的时候 盈盈可不许走出这个院子 盈盈听叔叔的话 好孩子 去玩吧 吕壮士 道长啊 见过道长 吕壮士 我过来看看你和孩子 怎么样 还住得惯吗 孩子的病体也全康复了吧 多谢道长关怀 孩子已然痊愈 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 这都要感念道长的慈悲啊 谈及不上 谈及不上啊 只要孩子病体安康 吕壮士能留本官 便是贫道之姓氏啊 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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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府大人道 吕壮士 我们改时再聊 我先去了 好 您请便 走 织府 秀姑 娘 您怎么出来了 没事 我出来走走 大猪又一晚上没回来 真是作孽呀 二猪还在监狱里不知死活 你说他这个当哥哥的 娘 您就别提他了 他就这样改不了了 娘知道 你这些年受了太多的委屈 娘也是个女人 知道你的苦 探上这么个不争气的男人 你说这命里还能有个好啊 我恨哪 我恨自己 娘 怎么生养这么个 不争气的东西 您这是干什么 您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绣姑 娘问你 你恨打猪猫 娘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 娘 你恨她是吗 娘 过来 娘 你回来了 我 我给你倒水 你有没有水呀 我告诉你 没你这样 昨天晚上我输不了钱 你看 我还有好多输 臭 我给你 你还叫 你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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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小 老了八倍的没了 娘 你还叫 竟有这等事 难怪近日不见 明珠小姐来贯净香了 是啊 此事非同小可 闹得本官是不得安宁啊 算了 咱不说这些事了 还是说点咱们俩的事吧 我关心的是 道兄的仙丹练得如何了 贫道正抓紧练之 近期有望可得圆满 只是上次知府大人所说 万民折奏一事 贫道不知如何才能促成 还有望知府大人操心一二 这件事确实是有些难办 这个李安简直就是个刺头 处处与奔赴作对 要想促成此事 不易啊 看来这个事情 还需要我们动一番脑筋呢 对了 知府大人 我那张老弟最近还好吧 我可是有日子没见到他了 你说的是老大吧 还好还好 此人可是个人才啊 办事稳大 又懂规矩 这些年呐 在下面替我打理不少生意 让本府确实省了不少心啊 说到此 我还要感谢你这个介绍之人呢 哪里哪里 他能放下屠刀 偷靠大人 也算是弃暗投明 寻了条正路啊 只是近期贫道很少见他 不知他在忙些什么 外城有些生意 我叫他前去打理 小婢也快回来了 用不了几日 你就能见到他了 好了 我今日也就不久待了 对了 这个仙丹还需道兄抓紧炼制 万民奏折一事 再容本官去想想办法 好 那就有劳之福大人了 好 我送你 知府大人 慢走啊 啥 还是没有查到 是 所有药铺无一漏茶 近期虽有人购买批石 但都与二柱家人无关 批石又不比批霜 买买无需记录 要想查石太难了 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王牧头 在 提神采莲 大人要提神采莲 不但要提神他 还要放了他 什么 谁 站住 你干什么呢 你们是什么人 问我们是什么人 你是谁 来此干什么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他是咱们道长刚收留的 你不在道观里好好待着 跑到这后山来干什么 看来二位也是观中之人了 没错 行下吕淳扬扬 承蒙道长收留在此寻观 寻到此处 不知二位在此为何呀 原来是这样 此处只有我们兄弟两个看护 没有师父指令 任何人不得前此一步 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打扰二位了 娘 您醒醒 大娘 你醒醒啊大娘 冬月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 我 娘 你没事吧 娘 彩莲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县令大人 是这么说的 他约定二诸哥就是投毒的人 还说两天后就要宣派 大娘 这个怎么办呀 二诸哥明明就是冤枉的呀 好 冤枉 冤枉你怎么出来的 叫什么用你 我们家能成功 大主 别埋怨彩莲 二诸和彩莲 都没有错 娘 你说那么多话有什么用啊 判都要判了 二诸要是没罪 人家能判吗 你闭嘴 这一切 还不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 好 因为我 我还不管了呢 这都是命啊 娘 我 小姑 你也不要说什么了 不要说了 不 大娘 要是二诸哥有个什么事 我也不想活了 别说傻话了 你二诸哥 不会有事情 不要 不要 什么 他去了后山 他去后山干什么 听他那话 好像就是寻山寻到哪儿去了 没有 到了山口就把他拦下了 看来他还真是认真了 不过还是要严加看守 千万大意不得 是 还有男童一事 你办好了吗 已经误策好了 只听道长吩咐 我便随时可以下手 好 时辰算好 我会通知你 届时连同那个盈盈 一并下炉 是 不过道长 那个姓吕的 咱们怎么处置 这好办 人随时可以让他消失 但他身上的那两个物件 我倒是感兴趣的很 行了 你下去吧 一切小心行事 是 摇脸妹子 快别哭了 再哭 要哭快身子了 嫂子给你拿了身衣服 也不知合不合适 嫂子 听话 不要再哭了 你大娘不是说了吗 你二主哥不会有事的 你要相信嫂子 嫂子向你保证 你的二主哥一定会回来的 你唠唠叨叨一晚上 你老提秀姑干什么呀 大猪啊 你别谢娘唠叨 娘提秀姑也是为了你好 娘岁数这么大了 说不定哪天就离开你们了 秀姑是个好女人 能娶到她是你的福分 以后啊 你要好好待她 别动不动就打她 骂她 好好过日子 别再堵了 娘的话你要听进去 就算娘求你了 娘 你东扯西辣的说什么呀 不就为白天的事吗 她也不给我脸子 我能揍她 行了 以后我们两口子的事 你少操心 大猪啊 你再不听娘的 娘怕呀 娘真怕有一天你会遭报应啊 娘 娘有边没边 你这不是在咒我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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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都听你的行了吧 娘有事吗 没事我走了 走吧 行 那我走了 记住娘说的话 你吓我一跳 娘睡 赶紧走吧 哦 你也早点回去睡吧 晚上我有事 出去一趟 去看看 我有话跟你说 我要睡了 知府大人到 唯吾 大人 匹夫所说句句属实 毒是我下的 明珠小姐是我害死的 与我儿子二主无关 她是冤枉的大人 你这老夫人 分明是为你而开脱顶罪 简直是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不是 不是啊 大人 何臣氏 你不要说了 这大唐之上 本官都还没有开口说话 知府大人 您先别急 周老成功 您也先别气啊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成 俺看二主他娘方才所说 句句属实并非谎称啊 李大人 你 你这算合意 那何二主已然招供 如今他娘分明是想为他人的开脱 她的话你也能信 话可以不信 但事实 俺总不能不信吧 事实 事实已然轻重 还谈什么事实 二位大人 方才二主他娘所称的 批实之物 便是本案的事实喽 批实 什么批实 怎么回事 什么批实不批实 这与本案有何关系 当然有关系 一字之差 可差千里 何二主 他曾经招供 称齐用 批霜害人 而如今齐母招供 乃批实之祸 前者曾勘验 确实有误 而后者恰恰是本案的毒源 二位大人 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再行勘验啊 但这批实 确实本案的事实啊 你 这 来人啊 在 速去 明白 二位大人 请坐吧 来啊 备查 是 嫂子 彩琳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大娘让我过来找你 把这个交给你 这是什么呀 是房器 房器 彩琳 娘还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 大娘就说 让你好好保存着 然后等二猪哥回来的时候 让你把它交给二猪哥 嫂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娘现在在哪呢 大娘把这个交给我 后续出去了 我问她去哪儿 她也不告诉我 糟了 快走 嫂子 等等我 禀大人 要不孙掌柜带到 带进来 是 带上来 小人 叩见县老爷 孙掌柜 你可知罪吗 小人知罪 小人知罪 你一传唤小人 小人就知罪了 好 你既然知道 那就好办了 本官问你 你因何瞒报县衙 一直隐瞒实情啊 说 是 我说 我说 前些日子 小人的确卖给二助他娘 一包披石 那披石含毒 小人卖药自是知晓 可平日里 二助他娘 也曾经少量买过此药 只是这个头疼脑热的 而且 此药不能多服 他 他也是知道的呀 况且 这次 虽然他购买的量大 可街里街坊的 谁会多想啊 小人 就把药卖给他了 可谁知 时隔不久 便传出明珠小姐 在他家服毒而亡了 小人这才联想到 是那批石 这 后来 衙门里又来人 调查此药 小人 怕受到牵连 一时糊涂 没敢时报 这才隐瞒此事 大人 这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小民只是因胆小 才隐瞒了大人 小民知错了 请大人饶恕小人吧 大寸掌柜 你可知道 就因你一个胆小 就险些令本案遗失 枉断公正啊 小人知错了 小人知错了 请大人恕罪呀 王沐头 在 把他压下去 签字画压 二十板子给他留个记性 是 来人 压下去 是 大人 大人 大人饶了我吗 是 大人 王牧头 大人饶了我吗 在 带二柱娘和二柱上堂 是 大人饶了千年的爱恋 透过云曾照亮双眼 穿越时光波动心悬 人间眼花轻轻的一吻 你是多在乎的经历 请无法逃避着情愿 你是住在坊间的晴朗 人间冷暖深深一段情 多想感受你的心跳 多想牵挂你的忧愁 在你眼眸中的我不听难难的自语 我们俩注定要分离 愿梦里享受到天花 流传了千年的美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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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